大家好,今天继续跟大家聊太极拳大师 自从2017年,许耀冬KO了雷雷之后 众多太极拳大师为了证明纷纷走上了雷台 可惜他们在现代搏击选手的拳下都扛不过10秒 甚至加上人数优势 跟现代搏击选手打1v2的车轮战 也同样逃不开被KO的命运 所以太极拳大师和太极拳的拥护者们又说出了一个新的理论 我们在擂台上打不过现代搏击选手 这是因为他们是职业的 但是我们打普通人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太极拳大师打普通人是什么样子的 这位太极拳大师呢,号称是太极拳教学名师 他所教授的太极拳是可以用于实战的 无论是擂台还是街斗 他也经常在网上展示一些所谓能证明他能实战的东西 比如说单手举100斤 还有比如摆拳破屏 跟太极之王王战海的差距也就差一个拍西瓜了 这位大师呢也在网上放出他的实战视频 说接受一切挑战 于是呢,在网上就一位网友公开挑战了他 并说要把他的牙都打掉 而我们的太极大师则欣然接受了挑战 还没见过我的面就想把我的牙齿打掉 我呢,接受你的挑战 但是我是一个讲武德的人 并不会因为你说话有些狂妄而去打伤你 但我仍然要用我的功夫教会你做人的道理 年轻人,好子未知,擂台剑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太极拳大师 在擂台上对战这位从来没有练过的小伙子 是怎么展示他的功夫了吧 从这个小伙子的出拳来看 他确实什么都没练过 出拳也没有什么力量 只会轮王八拳 估计从小到大连打架都没打过几次 但就是这种没有什么任何脏法 和没有力量的王八拳 也让这个小伙子追着这位太极大师蛮长打 太精彩了 来大家来掌声在那里 漂亮 漂亮 就是一个赤菜 漂亮 不行 这个可以 快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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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和严老师那个坐在那里 好 好 我们看这个栏花这个 不几次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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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钟也就一分钟 这位普通人就战胜了太极大师 原来打这太极大师 不一定需要徐晓东 阿虎这种练过的 普通人也能做到 那太极拳大师们的实战 到底是能打谁呢 难道要像这位太极拳名师一样 去跟战狗们一争高下吗 吹了上百年的流逼也该歇歇了吧 最后再聊聊胡锡进被举报了这个事吧 胡锡进被举报了 我觉得挺正常的 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 待在一把手的位置上这么多年 必然会遭到手下人的针对 2013年胡锡进就因为公款到波兰吃喝玩乐 被处分过 但是对比同期公款吃喝的处罚 明显是偏轻的 你看很多的县委书记跟纪委书记 因为公款吃喝两三千块钱 就已经被撤职 而胡锡进仅仅是受了一个行政警告处分 依然担任着环球时报的主编 享受着厅纪的待遇 而这次被副主编实名举报之后 胡锡进立马反映说 这个副主编是精神有问题 有妄想症 而且他这个妄想症已经有四五年了 我们就当胡锡进说的是真的 这位副主编真的是精神有问题 我们倒回去看一下 胡锡进被处分 是在2015年中央巡视组的巡视过程中发现的 到今年也刚好五年 也就是说从五年前开始 环球时报的主编是一个受过处分的人 副主编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 五年来战狗们就是在这样两个人的引导下 大叫着爱国 这事怎么越聊越搞笑呢 战狗们也该想想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了 国家叫你们勿忘国耻 是为了让你们奋发图强 振兴中华 而不是让你们拿着U型索去砸日本车 看见穿日本和服的小姑娘就上去骂街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如果大家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有你们订阅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 拜拜